Ry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越南對上伯伯的對決 這場稍微講一下伯伯的能力 伯伯的能力是 村民一開始有10%的移動速度加成 然後伯伯的馬舅單位有15%的減免 就是他的費用會很便宜 有點像是哥德那種步兵便宜版本的馬的版本 所以他到帝龍時代的話 馬舅單位可以減少到20% 所以喜歡爆馬的玩家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伯伯 基本的經濟來說也算不錯 他的比較特殊單位是這個標槍騎兵 他這個標槍騎兵的話算是一個戰矛單位 那戰矛的話基本上還要升級 因為你一開始封建時代是矛兵 那到城堡時代的話還要再點那個戰矛的三級 但是這個標槍騎兵是不用點的 他直接城堡就直接送給你 所以如果你在封建時代有出毛病的情況下 那基本上你沒有出太多毛病的情況是不用點戰矛的 你城堡時代需要用到戰矛的話 那就直接去點那個標槍騎兵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花額外的時間去點標槍騎兵 好那再來就是他駱駝金罐是可以回血的 那這個回血效果也是很有錢的時候少去點 基本上不會每次去點這個駱駝回血 那值得一提示他的寶兵弱弓 弱弓也可以吃到這個金罐的回血效果 所以伯伯打駱駝也是相當厲害的 還有打他的弱弓 算是對我來說啦伯伯也算是全能型的一個文明 雖然步兵爛了一點但至少還有重裝長槍兵連護衛技術也有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來稍微講一下越南 越南的話比較受注目的話就是他的弓兵血量有加成 但是弓兵血量是指射箭場單位 他的寶兵並沒有吃到這個效果 只有那個射箭場才有吃到他的血量增加效果 所以有一些玩家他打越南的時候會玩重裝馬弓 還蠻特別的 雖然沒有按血人戰術但是血量是蠻多的 但最多血量的馬弓並不是越南 而是土耳其 所以有點尷尬 但是值得一提是 越南人有全遊戲裡面唯一的帝王戰錨升級 那這個帝王戰錨升級就相當於阿茲的銀罐 那個讓他多一攻一射程的概念 但是帝王戰錨是 比較 比較尷尬的是他到帝王時代才可以升這個帝王戰錨 但是阿茲特克的那個戰錨升級是在城堡時代就可以升了 大概感覺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 那值得一提是帝王戰錨有多一攻 比原本戰錨有多一攻 所以你打這些騎士啊肉馬的時候 會比原本的戰錨痛一點點 量多起來打起來是會有傷害的 但是還是不建議用這個帝王戰錨去打騎士喔 會還是會被打到頭部血喔 但是比原本的戰錨多一攻就差別其實蠻大的 好 那再來是越南他的金罐喔 是紫幣技術 伐木工可以產生牧場 那大概是20吋 25吋左右吧 還20吋左右 可以增加黃金喔 那個跳的黃金速度大約是一個一擊的跳的速度 所以打到後期競技場的話 其實越南來說算是不虧的一個文明喔 因為你到後期你是弓兵文明嘛 你的伐木工版就會很多 那你本來就伐木工的情況下 然後在精英場又撿遺跡的話 你假如撿到了5個遺跡 然後到大後期你的伐木工有60吋或50吋好了 那就相當於如果你5個遺跡都撿的話 再加50個伐木工 那等於你撿了7個遺跡的概念喔 那個黃金跳的速度會非常可觀的 所以越南在競技場也算是 我覺得蠻強勢的文明喔 因為競技場大家都知道嘛 黃金是有限的 那誰黃金用完很容易就會瘋了 那越南這個文明的話 就不太容易會有這個問題 黃金無限是蠻像的一件事情 好 那不要還可以再講這個 他的經濟升級的話是不需要消耗木材 所以越南人他的木材 根本上來說是非常非常省的 那可以代表說 你升這些經濟科技的時候 你可以無視的話 那你就可以瞬間開很多的TC喔 到城堡時代的話 因為你省下很多木材嘛 那你一天也可以撒得比較早一點 或甚至更多一點 那算是一個前期的小小優勢喔 好 那再來是他的銀罐喔 銀罐是加相夫的100滴血量 所以如果越南打大象的話 也算是蠻厲害的 雖然沒有三弓 但大象的話 沒三弓我覺得無所謂 因為畢竟大象本來就是一個坦克單位 那再加這個100滴血量之後 他的血量可以到420滴血 非常非常的猛 我記得是420滴吧 對 420滴血 所以算是這遊戲裡面 相夫裡面血量最多的文明喔 但是如果算波斯戰相的話 那不是最多血量啦 但是以相夫這個單位來說的話 他是最多血量的文明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來看一下兩邊怎麼打吧 好那這邊上了封建是 大概先蓋一下的事 其實兩邊都是以打一個成跳 並沒有打一個塔公公的前壓封建競技場戰術 那這邊是下了軍營 那均勻下了之後 那這邊會再下馬舟 好再來下這個修道院 就來開始搶遺跡了 欸這邊拉了很多村民往前 這是什麼意思 要來前置插寶嗎 欸這邊石頭量非常像 阿伯伯還這邊買了一百石頭 那這個村民已經被越南看了引力阿 越南OS表示你要來請我吃大亨寶啦 那越南這邊會怎麼應對呢 這邊稍微加速看一下 好那這邊大亨寶 我只是插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可以封到兩撮石頭 但是越南早已經有準備 拉了相當的村民在前線 準備來更對寶 好那這邊城堡直接對起來 那這樣的話 越南就會好守一點了 而且這邊石頭沒有被封到 基本上 而且這個城堡還稍微打到這個石頭 雖然如果他村民在這邊挖的話還是不會被射到 但是他也不敢冒險去玩 還是有點風險在 好那這邊點一下一擊射 增加一下這個城堡的射程 跟傷害 好那遺跡開始在撿了 好那越南這邊也是選擇遺跡 然後出了一些越南的寶兵 這個叫做 欸這個叫什麼 我忘了 藤甲弓兵 欸 你就沒有看到他了 藤甲弓兵 那藤甲弓兵的話 他的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能力是 他的遠程防禦力是比較高的 所以對上對方的弓兵啊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就是護射的情況下 藤甲弓兵是比較厲害的 好那這邊有幾隻 生侶被射掉 三隻左右 這個藤甲弓兵還不錯 好哇這邊投車直接出來投 哇再秀再秀 哇差點秀懶 但是這邊衝車的數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能直接捅進去嗎 哇有點困擾 而且這裡還有製暴兵 製暴兵卡在門口 沒辦法直接衝撞這個 城堡 哇這個城堡可能會掉喔 哇這個衝車的數量非常非常多 而且這邊炸藥桶還在繼續出 這個城堡是不是不妙了 哇這看起來有點危險 那TC 在後面 哇這個城堡掉了 後面就沒東西了 只剩TC了 哇真的掉了 哇你怎麼辦你怎麼辦 頭車出來了 那還可以繼續打嗎 但是這邊 伯伯並沒有 認可的進攻單位喔 進攻單位 只有一隻 塵甲弓兵跟頭車 所以這個城堡 即使打掉了 也沒辦法繼續做進攻喔 那就要看頭車這邊能不能打出一片 一片風采喔 才能再繼續進攻了 這邊頭車 如果能投得贏的話 才有繼續進攻的可能性 目前看起來越南是沒有打算給伯伯機會的 這邊伯伯開下了4TC 哇1 2 3 加上原本的一個 總共4TC 越南這邊則是開下2TC 選擇出兵 邊打邊 邊農的一個戰術 誒 這邊TD版沒預測到位置 喔好恐怖喔 再來一發 喔再來一個V陣型 可以嗎 哎呀中了 沒事沒事 好那這邊大量的塵甲弓兵 雖然這邊塵甲射了幾下 但是並沒有創勒 哎唷 這個再往前點就 точноолог 好這邊直接點村民 但是夠沒有塵甲在射 哎唷 哎唷 這個中了 這個我看了出來 這個有中嗎 欸弦砲出來 串受 沒串到 ok這看中是沒救 創下都是殘血塵甲弓兵 應該不能再嘻嘻哈哈了 趕快跑了 好但是 家裡的破口也被堵起來 這個是房子喔 房子被城堡射還是蠻快的 而且這裡還有頭車在投 所以這裡要爆開也是遲到事情 那就來看一下頭車要不要來解一下對方的頭車 但是有點困難喔 因為這個城堡射程是有可能會射到 越南的頭車的一個範圍 而且很危險 對方有這麼大量的衝車在這裡 隨時會進攻 那頭車還是把 把這些頭車放在家裡會比較好 不要出去做一個反擊 比較好等他進來就行 好那這邊參加攻兵出來看 應該也沒看到什麼東西了 因為地圖上的遺跡都被搬光了 那目前越南是拿到兩個遺跡 對手伯伯則是三遺跡的一個開局 那兩邊都算是比較偏龍的打法 但是伯伯這邊蠻偷的 五台衝車之後 然後照下來一台頭車 之後就開始 狂造村民 並沒有要真的打正面 其實越南應該心裡有底 你造了這麼多衝車 但是這些衝車數量跟剛剛一模一樣 並沒有補下更多的衝車 那這邊會不會繼續補下TC呢 這邊反而是先上了帝王十代 好越南上了帝王十代 這邊要不要買一下石頭插城堡 然後蓋 插城堡 然後蓋這個巨型投石機呢 好頭車直接出來解 好那越南已經看破伯伯的手腳了 好知道你再農 我就出來投你前線的衝車跟村民 鑽來了鑽來了 直接開頭 哇其實砸到蠻多東西的耶 這個頭車已經價值練成 欸威脅 哇TD板直接爆炸這個炸藥桶 這個女村民後面有個炸藥桶 這個是 我怕黃標還是不要亂講話好了 如果偏要是實況上的話 我就會講一些美食 但是 今天現在在Youtuber上 就要 也要克制一點自己 不要去講一些幹話 不然幹話講多了 在Youtuber被黃標基率實在太高了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能不能招到呢 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伯伯沒有在控 欸直接自滴 欸這個細節伯伯是有在看的 好那看來前線守不住了之後 把衝車拉到家裡 那這個 橙甲弓兵 要不要來靠僧侶來招響一下呢 好那看起來前線應該就是這樣子 我們再加速一下吧 好這個巨型投資機出來之後 前線的城堡也就敗了 哇你看這個頭車一出來 就被這個城堡射掉 所以這個頭車在前線跟對方城堡附近的時候 真的要相當小心 你怎麼送殼抽的 通常你自己都不知道 好那頭車兩台 繼續要往前嗎 喔這邊還升級中型頭車 還點下了火炮塔 哇越南看起來要來玩一個全境封鎖 好進行投資機出來 開始做投資 但是伯伯離帝王還有一段距離 因為伯伯這邊4TC開農的關係 而且還造了一些騎士 那騎士順利解掉了對方越南的巨型投資機 喔這騎士滿大量的喔 28隻 但是剛剛前面有講到 伯伯的馬舊單位是有減免的 那現在是減免15% 但是要爆出來還是滿相當容易的 好那滿大量的騎士出來 那這邊越南看到騎士的反應 馬上點一下靈甲跟長槍免的升級 哇這個對應非常非常快喔 馬上反應出來 好但是伯伯這邊也順利到了帝王時代 哇這個馬量有點多阿 32隻馬 好那大量頭車看著我們幹到大事喔 其實騎兵喔如果像這樣聚在一起 這個頭車直接踢地板 是可以秒殺一大堆騎士的 那就要來看一下 對手伯伯會不會是幹這種損事呢 這邊招翔騎士過來 會嗎 頭車要來前線踢地板了嗎 砸 哇 全部殘血 很痛 兩台就這麼痛了 三台就有可能全倒 哇這個傷害非常噁心阿 這就是中型投實機的威力阿 重型更誇張 好那這邊再點一下工程器 工程師的話 那這個射程還可以再加1 射程就會到9 射程的投實器 那就會很猛阿 好但是因為 伯伯這邊是 把算把自己家裡 打算把自己的起力拉到家裡 所以 要想要補血喔 因為家裡聖女也是 有在造的 這裡有3隻聖女在補血 那匆匆過來來一台火炮塔 那這邊本來想要出來蓋城堡 但是看到對手已經把外面的石頭區跟金礦區蓋了一些火炮塔 所以這邊要果斷取消嗎 還是 等一下情況 然後再去蓋呢 好但是右邊 越南這邊也在蓋火炮塔 再來用一個全境封鎖的概念 只要有礦區的地方 就蓋下這個火炮塔 全力阻止對手進攻 哇這個火炮塔還有彈道血喔 我要打這個村民也非常準 哇你看村民想要過去蓋這個 採礦營地 還沒有到 就在中途就被這個 火炮塔給射死了 火炮塔的攻擊也是蠻高的 120D 這個騎士剛好是120D喔 雖然被打到1%是不會死啦 因為騎士本身還有2防 3防左右 所以如果血量是滿重的話 是不會 喔唷我直接跑下去 再有1% 不會 哇 死了很呆 但是要被貼到到1% 哇 抱歉我只能用腕來形容我現在的心情 哈哈哈哈 這一坨騎兵死了 剛剛30幾隻 40幾隻的騎兵剩下一半 哇 大概靠一半所有的血量 騎兵的血量都是由這個 重型投資機給打掉的 好 但是衝車打這個火炮塔的效果 非常好 因為這個火炮塔打這個衝車的傷害 看一下 0D 欸 0D 欸 不會痛 火炮塔 打這個不會痛 我記得有幾個版本的時候 好像是 一兩年前的版本嗎 火炮塔打這個衝車是會有傷害的 我忘記是哪個版本 因為我玩CD我玩了一段時間 中途改了太多次版了 所以有點忘記是哪個版本 我記得有個版本 這個火炮塔是不是可以打衝車 然後打得很痛 但沒想到現在又改回來了 等於這樣衝車 衝這個火炮塔 就會相當簡單了 不然之前的火炮塔 真的是太無敵了 你怎麼插 基本上只有巨頭 才能拆得掉了 衝車過去 也是被火炮塔拆得更早 這個傷害類型是有改變了 算是一個不錯的平衡更動 我覺得世紀帝國2 一直會這樣子 這麼多人玩 也是因為一直有在更新 而且也就是越改越好 平衡性不會說越來越誇張 越來越爛 那世紀帝國4的話 我覺得問題也是出現在平衡性上 如果世紀帝國4 平衡性在搞得更好一點 我以為再更多的話 我覺得世紀帝國4 也不會輸給世紀帝國2 我個人也是蠻喜歡世紀帝國4的 但是由於現在平衡性比較差一點 雖然尊有特價 但特價也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是剛出的時候就買了 對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趕快去買 那個特價不知道還在不在 其實還蠻便宜的 世紀帝國4好像只要兩三百塊的樣子 非常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的 那原家在前世 那打了83% 哇 相對打了23% 非常非常準 好 那回到遊戲裡 那遊戲裡 目前伯伯還是爆出大量騎士 想要來這邊打 那但是 越南已經回到了 極兵的升級 那升級都已經升滿了 工坊都升滿 極兵也升到最強 那其實你們看這個細節 越南這邊確實木頭是五十幾木 但是他並沒有一直出這個藤甲工兵 他還省錢了 他現在看到對手出這個 重裝 他就OS 反正你重裝 我就全部ALL IN 擊兵跟你打正命就好 然後全力出火炮 給你壓力 好 那這邊 火炮還有失誤低 可以嗎 要不要修一下 給這個村民在這邊 要不要過來修一下 好 妹妹要來修 好 但是伯伯有稍微 把自己的地盤拿回一點 這裡金塊魚跟石頭 可以稍微挖了一下 但是 現在沒有工程器的關係 而且正面上 並沒有可以對抗疾兵的單位 這個疾兵硬上去砍 雖然也是砍得贏疾兵 但是會突破血流 這樣打死實在是有點虧喔 那看要不要轉出一些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這個 標槍騎兵喔 這個標槍騎兵打戰喔 效果也是蠻不錯的 而且也不需要黃金 而且標槍騎兵打這個 工兵單位也會有加成 所以基本上 伯伯現在只要全部出 標槍騎兵的話 就是完全屌倉對手 但是由於標槍騎兵的 射數有點慢喔 所以看要不要搭配一些 血量工程器來 彌補一下這個 標槍騎兵的傷害 但是標槍騎兵木槍 好像沒有出的想法欸 現在絕對4號 現在還沒有開始點 那不點的話 這個騎士要來硬砍這些疾兵了嗎 挺令人感到疑惑的 因為黃金量跟15起是夠的 是出得起標槍騎兵的 雖然木材要少了點 沒有木材的話 也確實蓋不下射箭場 來看一下 幫他買點木材 還是要直接騎兵硬砍呢 好騎兵來到了50隻 畢竟伯伯的騎兵單位 非常非常便宜 結果是選擇了硬砍嗎 好這邊選擇硬砍的話 這邊騎兵本來52隻 以前這樣38隻 306隻 騎兵這樣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們能打下來啊 來了應該是沒問題 硬吃的話還是可以的 雖然自己騎兵損失的非常大量 對方損失的是疾兵 沒什麼太大損傷 越南的錢已經到了三十 不不不不 三千多啦 我的天 真的是存錢跟對手打架 經濟一場 真的是 錢不花有利息可以升的概念了 呵呵 但是這邊幾兵一直在捅這個騎士 實在是太賺了 畢竟越南不花黃金 但是伯伯一直在花黃金啊 這樣很明顯看得出來 伯伯的黃金已經見頂了 想要繼續打下去的話 還是需要出一點遠程單位喔 欸這邊等一下這個 爵士好見 好火炮互雕能丟到嗎 欸 唉唷 丟到但沒有爆喔 嗯要兩發才會爆 那這邊好再來一發 欸有點危險 唉唷 這個是踢地板嗎 看不太出來 欸對這是踢地板 在地板踢了兩下 欸這個再踢一下 欸不踢 要預判 預判你就預判了 唉唷 差點預判到 但是有可能被追死喔 這個城堡 哎呀管倒了 好這個城堡射這個疾兵 上來是蠻高的 但是這個城堡應該也是要掉 因為右邊還有一台火炮在射 喔這個巨頭差點打到 哇這個走位 哇上面的火炮打得非常好 把對面巨頭打掉之後 繼續再對這個城堡輸出 好再來兩炮 就可以拿下這個城堡 再來一炮 搞定 哇 薄薄的城堡全部倒光 全部倒光之後 薄薄點下二級射跟彈道學 這邊要點戰錨嗎 欸點什麼戰錨 點這個標槍騎兵啊 哇還點金銳勒 金銳標槍騎兵 哇這個標槍騎兵 先攻擊力4加3 再來一個 三級射 哇塞 攻擊力4加4啊 跟帝王戰錨的傷害一模一樣 很猛 好那來看一下這個戰錨 戰錨只有2加3 沒有三級的話 就算升級上去也是3加3 傷害非常的低 是3加4 不好意思跟正雅3加4 好攻擊力有7 那這個標槍騎兵的話 金銳是4加4 射程還有7耶 反正不錯 這射程7的話 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好那這邊大量的疾病 這個又有在野人過來 大量的村民在那邊挖金礦 瞬間死去 這個疾病雖然打村民效果沒有很好 但是大量過來 還是能輕鬆收掉這些村民的 好那這些疾病現在 也沒有事情可以做 也出不去 現在出去的話 大量疾病有可能被這火砲盒給收掉 但是出去打這個正面疾病的話 又會非常劣勢 再來是要靠這個標槍騎兵來解決一切 這個標槍騎兵 打這個戰毛傷害算不錯的 這個傷害是有出來的 雖然雖然現在有點少 這個火砲會不會被收掉呢 要不要派一些村民來修一下這個火砲 火砲有點危險 再來一刀 兩刀 危險 哎呀 還送掉了 哎呀這個越南 鑽難了鑽難了 哇 哎這邊 本來要維持牆 結果被打出來一個洞啊 啊 這邊直接被繞了一個後立屑 要不要趕快補下石頭 要不要補下這個房子喔 來把這個 肉洞給補起來 但正面伯伯選擇要硬鋼了嗎 後面有一些不要用騎兵 跟正面的騎士直接硬扛 騎兵的傷害 想要打出去 但是 越南這邊黃金量還有兩千多啊 黃金量這麼多 他到底想幹嘛 欸這邊射了 射了帝王戰錨 喔 好那帝王戰錨出來之後 應該就可以來克制一下對手的標槍起兵 那帝王戰錨上來也是4加4 然後射程比這個標槍起兵好一點 是5加3 射程8 那值得一提帝王戰錨的防禦特別高 5加4 那標槍起兵的話是比較弱一點的 欸是4加4 所以防禦是差1的 但是帝王戰錨跟標槍起兵 互丟的話也是兩邊都是我外傷害的 所以這個防禦不是一個重點 重點是那個射程跟傷害 好 那來看他這個火炮塔能不能繼續往前插 能繼續往前插的話 這個騎兵壓力也非常非常大 那就要來看能不能出更多的火炮來反制 但是伯伯這邊已經賺金了 那你一定要靠買賣來維持一下黃金的數量 那這邊賣了大量的木頭 換取了一些黃金 然後點一下火炮 那火炮出來的話 就可以稍微反制一下對手的火炮塔 那火炮塔一直往前壓壓力也是蠻大 而且擊兵在進來 而且這個擊兵戳這個標槍起兵傷害也是很高的 哇你們看這個標槍起兵被戳了兩下 就快戳了 當然還是蠻猛的 那目前越南這邊也不用出到什麼黃金的進攻單位喔 只要出這些肉馬 戰毛跟擊兵 基本上就可以玩克對手的一個單位了 哇那伯伯這邊要想一下辦法 要怎麼打比較好呢 正面的話黃金 已經不夠再繼續支持出騎士了 而且肉也不太夠 因為這個標槍起兵 蠻吃肉的 現在好像要40肉吧 那戰毛是25肉 很很多的15肉出來 那這樣子出的話肉量可能會過不太上喔 把木頭來到七死存在伐木 那左邊已經把石槍圍起來 左邊這一塊小區域也確實補下了房子 把這個口頭給補起來 但是帝王戰毛過來了 哇帝王戰毛打這個標槍起兵 兩邊都互相克制 但是 帝王戰毛這邊被火炮打 死的速度很快 這邊火炮傷害非常非常可觀 沒有再控 這個戰毛全部送光了 好但是 問題又回到剛剛了 這個騎兵依舊還是只能在家裡 右邊的火炮塔也在全境封鎖 那伯伯這邊能再繼續做輸出嗎 好像有點困難 比方騎兵率機動吸氣非常好 傷害也不錯 但是問題就是一刀肉馬還是蠻難打的 原量不夠多的話 你看這個肉馬血量還是扣的蠻慢的 還是要靠騎士來打個勝利比較好 但是 勃勃的經濟已經邊緣邊境 接近崩潰的狀態 哇塞為什麼只剩 是400肉 這個肉的肉有點少 但沒有辦法 因為肉少的原因是因為家裡沒有地方可以種田 然後這邊又被抓了進來 哇 左邊直接大崩潰 右邊的話也沒有太多地可以種田 肉依只是被限制在30肉左右 那肉依被限制住的話 這個標籤奇兵的數量可能就很難起來 那就會有點難打 而且奇兵的數量一直在減少 本來剛好有28隻 現在剩24隻喔 那左邊的話看起來是沒救 大量的村民被屠殺 主剩下15隻左右的村民在左邊 那村民說現在是99村 打112村 但是越南的黃金還有2700黃金 卡的非常非常難打 還有30的標槍奇兵 能不能反擊呢 但是越南這邊並沒有想要控兵的意思 我就先聚兵在你家裡 等等有空再來碰兵 好 左邊一個手撕TC 應該也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更多肉馬往左邊搓 好 那 標槍奇兵的數量蠻多的囉 得到40隻 40隻的話 基本上來集火就效果就非常好了 好 那這邊 帝王戰帽直接硬點這邊的標槍奇兵 效果還是蠻好的 集火傷害是很高 好 那這兩台火炮做的事情也是蠻多的喔 已經拆了三個火炮塔了 那第三座在這 這是第四座了吧 應該算第四座 好 再來拆掉 好 慢慢的推出去有機會嗎 難道伯伯可以靠這個標槍奇兵 拯救世界嗎 好 標槍奇兵量多起來 打肉馬的話還是蠻可觀的 雖然效果還是差 差強人意 而且這裡也沒有全部聚在一起喔 這個傷害有點被分散掉了 好 標槍奇兵直接往後拉 再繼續讀口嘛 好 這邊直接互丟 但是大量肉馬經驗了過來 但是家裡有城堡 應該沒問題 城堡打肉馬的話 傷害非常非常高 那這邊重裝騎士 哇 還蠻厲害的耶 五分鐘前還有八隻 現在還有二十一隻耶 哇 這個伯伯的重裝控還算不錯 哇 越南這邊也是玩得蠻愜意的 還有三千多黃金 慢慢跟你耗 欸 這裡有洞是不是 哎呀 這裡有洞耶 哇 這個洞直接進來 更大量肉馬直接鑽進來 這邊標槍奇兵 被肉馬砍散也是非常非常高 一元兵發 標槍奇兵的屬性是工兵喔 那馬打工兵是有外傷害的 馬康的工兵 這是不必的道理 那會不會直接全部送光呢 好像有在送喔 好 沒有在空 這邊重裝騎士過來救也救不太到 哇 這個標槍奇兵全力送光自己肉馬 已經做到太多的事情了 好 那這邊 越南已經把大部分的伐木工都轉換成農 農 農 農田的農民啦 72農 我的天 好 那大量的戰矛又過來了 25隻戰矛 但是工程器沒有在出 這個是在玩弄對手嗎 有點看不太懂 欸 這個不出工程器應該是在玩沒錯吧 好 好 那大量戰矛過來 要來直接硬點了嗎 直接硬點 直接硬點 但這邊可能需要一些急兵喔 不然那個戰矛 遇到騎兵還是很難打 好 剩下最後的重裝過來想要扛 又扛住了這一波 哇 他真的很能打欸這位伯伯玩家 到現在還沒有想要投降 好 那更大量的肉馬又過來了 但是重裝剩下18隻 剛剛比起來又少了4隻了 但是這個重裝控的還是蠻好的 損失的速度並沒有非常快 好 但是黃西依舊是間諜 目前真的是在靠魚雞過生活 那已經乾了之後 火炮也送光的話 那就沒救 哇 左邊又再繞了一次進來 這個洞還是沒有補起來完蛋 那DSBBQ能守下來嗎 這裡趕快地下農田 然後把這裡堵了起來 那這邊就不能過去 那這裡要趕快再堵 這裡再堵 這裡再堵 這裡好再堵 哇 但是沒有堵到 哎呀 直接溜進來 但是正面的話重裝全部死光了 被疾病全部從來 直接打出GG 哇 為了堵這個門口 結果前線重裝全部死光了 好 來看一下兩邊的境界 境界的部分看起來 好像 微些微的差微是有這裡 這裡的話 越南這邊是下這個 這個輪軸跟鎖植車是蠻早的 這個鎖植車下的偏早 蠻奇特的 但是由於沒有開太多TC的關係 所以這個地獄師在上的比較快一點 但相對的會犧牲這個村民數量 但後面馬上 越南即使上了地獄師代 也是補下這個耕種技術 跟這個雙輪距 導致他後面的經濟也是 搬回來的蠻快的 但伯伯這邊 由於 不能說伯伯這段時間經濟上輸 因為他其實是4TC 那 越南是雙TC 開農而已 但是伯伯 伯伯我覺得 算是上城那一波吧 上帝王那一波 騎士重裝 只有全部重裝 然後被越南抓個正早 全部伸這個板腳 大吉兵出來 然後把這個重裝鎖在家裡 所以導致 即使經濟好像有一個情況下 也沒有打出太大優勢的感覺 那到這一段期間 其實經濟上開始有被打壓 因為這邊黃金上就開始落後了 那到這邊的話 被強迫出 標槍騎兵了 那已經有點太晚了 黃金也已經被鎖死 時候也被越南全部奪走 那來看一下資源的分布吧 好 那資源量看起來確實伯伯沒有輸太多 黃金上 欸 黃金上反正是伯伯多挖了一點 那果然是這個兵種的問題 比較大 出兵的問題嚴重性太大 因為這個吉兵 可以完全counter伯伯的一個單位 因為那個標槍騎兵也是怕吉兵 也是怕戰卯的 但是 吉兵又可以戳掉這些重裝騎士 然後又可以戳掉這個標槍騎士 就很傷 那戰卯的話 帝王戰卯也可以打這個標槍騎兵 所以 越南這邊出兵算是非常好 省下蠻多黃金 所以其實黃金輸了也沒差 他基本上只要用肉跟木頭 就可以完全counter伯伯的配兵了 那我覺得伯伯這裡要打贏的話 可能是有點困難 因為對方出吉兵 只出標槍騎兵的話 伯伯要轉出來可能有點難轉 你就算出弱攻也打不太贏 因為對方有帝王戰卯 那他用帝王戰卯跟林煥也是蠻虧的 那唯一最好的打法可能就是要出這個 伯伯的 步兵喔 那步兵的話又會很慘 他雖然有冠軍 但是又沒有黃金 所以他真的要出到步兵的話 可能也來不及了 因為他要出到步兵的話 後面已經斷箭的狀況下也出不太出來 所以在前面那一波重裝被壓在家裡的時候 好像就已經注定要輸的感覺 好啦 那今天影片我們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忙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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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去看 大家想見 看到了 有哪有3個